过去十年,世界祖坛见证了很多顶级便未取得顶级荣誉,巴西德尔维斯,麦孔和德沃德拉姆,先后帮助巴萨,国米,白人成就了俱乐部历史上首个三冠尾线,马赛洛,卡尔哈尔更是帮助黄马完成欧冠三连冠,他们也可以说是编后卫位置上的翘楚, 2009-10赛季,国际米兰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,赢得所有奖杯,掌控整个右半上工榜组织的麦孔鞠躬巨蕾,巴西二号堪称球队最重要的基石之一,麦孔的同胞,当时巴西队的替补后卫·阿尔维斯,则让人们对于一位这个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,他经常在球场右边,不惜体力的完成覆盖, 并不断在进攻端及攻不足的传球和创造力的助攻,正因为他有拉开空间的能力,孟三巴萨才能踢出无懈可惜的Tiki-Toker德国队长拉姆, 所谓视为技术性变位代表,身材矮小,竞技素质并不突出的他, 不仅防守会追到位,还总能依靠出色的脚下技术,竞战的脚法和与众不同的比赛,就会协助前场球员破坚对方防守,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, 边后卫在比赛中参与进攻,甚至直接完成助攻和进球,进而该百年比赛局势和比分,在过去几年重要赛事中屡见不鲜, 今年世界杯最佳进球,法国对右边后为炮瓦尔,对埃根廷的世界波进球, 帮助法国淘汰埃根廷,同样今年欧冠决赛,黄马左后为马赛洛送出精准船中, 帮助贵尔打进季经四座的道哥舍门,成功反超利物浦,进而完成三连冠尾业, 去年欧冠决赛,卡瓦哈尔和马赛洛两位编位,一个助攻C罗首开记录, 一个帮助埃塞西奥锁定胜局,曾几何时,现在便为位置大放异彩不是容易的事情, 但现在,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多为公认的世界级兵位,马赛洛,卡瓦哈尔,阿尔巴,阿拉巴,阿莱士桑德罗,贝利培等, 他们在球场上起到关键作用,几乎就是各自球队取得好成绩的保障,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